真言书三章五至六节说 你要专心仰赖燕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我们浅薄的智慧不足以引导我们 如果要在人生中 取得胜利 我们需要主的引导 罗马书八章四节说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因此 神圣的引导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 的确 神的儿子并不被期望着 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行事 神的儿子需要的是 靠着神的指引行事 靠着圣灵引导行事的人 绝对不会出错 神不会误导我们 为什么需要神的指导呢 因为他从开始就知道结果 神知道对每一个人而言 最好的是什么 他知道最好的时间点 以成就人生的宴席 每个航海员及飞机师 都需要指南针 以在天空或海上指引方向 圣灵 神的话语 就是信徒人生的指南针 没有他 我们将失去人生的方向感 没有一个信靠主的指示生活的人 曾经后悔选择依靠主的 寻求主的引导 将确保我们的人生各方面取得胜利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赞美颂扬主你的圣名 感谢你在我过去的人生中的赐福与引导 你的引导从不出错 感谢主 你的道就是生命之路 每一个在你的道上行走的 都获得心灵的栖息与平安 主的道路就是真理 它引领我们找到安全与平安 主的道是圣洁的 它引领我们走到荣耀的目的地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圣灵 只是我们正确的道路 在我们每一个需要你的时刻 给我们安全的指引 圣灵 你是我的安慰者 我的向导 你知道什么事是必须发生的 你知道事情的始终 信靠主你的路绝对不会出错 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圣灵的声音 谢谢圣灵持续不断地和我们说话 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我承认你的伟大与力量 我谦卑在此 感谢主你爱我 并提醒我把忧虑交托给你 亲爱的天父 在过去有任何时候 我拒绝了圣灵的领导 与指示的 我在这里向主忏悔 我祈求主你的怜悯 求主原谅及宽恕我的罪过 我为我曾表现出来的 所有对圣灵的不顺服向主忏悔 我承诺我将改过自新 因此 我祈求主你帮助我辨识圣灵的声音 与其他的声音 帮助我以行动回应圣灵的声音 及全然顺服你的话语 约翰福音十章二至五节 从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 开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奉耶稣的名 我拒绝听从不是来自圣灵的声音 奉耶稣的名 从今以后 我的辨识力将会提升 使我不致被欺骗 主你的话语诗篇二十五章四至五节说 耶和华啊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亲爱的天父 有时候你的道路看起来很奇怪 有时候我实在无法完全理解你的带领 但是主 我愿意依靠顺服你 我坚持主你带领我走在你的道路上 因为你的道路的尽头是平安 帮助我顺服你的指引 帮助我完全信靠你 我的智慧靠不住 我的力量太软弱 因此 主我信靠你的指引 你的话语说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主我安静下来并承认你是我的主 使你的双手掌握了我的未来 父神 就像大卫那样 我遵你为我的牧羊人 无论竹领我到什么地方 我跟随主愿前往 如果没有你的灵 我将不知何去何从 因此 求你的圣灵引导我 引导我今天的每一个步伐 引导我走在公义的道路上 亲爱的父神 监督我的每一个脚步 让我不走不讨你喜悦的路 监督我的舌头 让我不说不讨你喜悦的话 监督我的行为 让我不做任何与你的神圣旨意 以及对我的美好计划不一致的事 主 帮助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或做什么事 帮助我在适当的时候 保持安静及平和的心 根据你的话语 雅各书一章五节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 就必赐给他 我祈求主你帮助我知道 在每个时刻 我该做什么事 愿主你的智慧成为我每日的指导 奉主明 我拒绝我生命中的行叉叉错 我拒绝聆听错误的声音 我拒绝毁掉我的命运 你是信实的神 当我缺乏信心的时候 你依然信实 你的耐心是如此的丰富 你的慈爱是如此深刻 愿主的同在围绕着我一天的生活 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说 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 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主啊 你走在我前面 让你的荣光照亮我的前路 当我要开始这一天之际 我必须说 主我不愿独自面对任何困难 主你说你拆派了一个帮助者 时刻与我同在 有时候我感觉不到主你的同在 看不到你在动工 当我处在那样挣扎的时刻中时 求主帮助我有幸靠你及依赖你的信心 求主时刻与我同在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主啊 我不要走在你前面 请你走在我前面 让我跟在你后面 我相信你 你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你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旧约中以色列人的火柱 向中心约中圣灵的引导 亲爱的主 主我以你的事公为天上的引导 在每一个方面引导我 使我不至于在黑暗中绊倒 开启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你要我做的事 看到你要我行的道路 主感谢你垂听祷告 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